王bers 剛才有個小太監過來傳話 說是海貴人讓人從圓民原地來的消息 說老爺 阿娃怎麼了 阿娃怎麼了 來的消息說 老爺他查詢堤壩時 失足落水 被洪水捲走 你逼过身了 主 主 你去哪儿啊 主 开门 开门 哎 喊什么 想喊什么喊 疯不过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咱们出不去的 张宝铁 你能不能帮我找黎云彻 叫什么黎云彻 干吗呀 还想出去 黎云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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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黎云彻 黎云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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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云彻 您先卸着去吧 我来 啊 黎云彻 怎么了 黎云彻 我听说我阿嬷出事了 你能不能帮我回府里看一眼 看看我阿嬷到底怎么了 啊 你别着急 我去你粉上看看 你能不能现在就去 我 那我换个班啊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行 主 非得在这儿等吗 下这么大的雨 我怕你着凉了 咱们回屋等吧 我在这儿等她回来 我不信阿嬷 就会这样走 我去哪儿等我 我去哪儿等你 無论 你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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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咱们喝酒 我去哪儿把酒 我去哪儿 在这儿 我来 你可源 我习近。 你许 你去普常打这儿 你等你 老大人的丧仪 搬得都还顺利 老夫人她们也都还好 皇上 海贵人和李玉 也都给府里送了银子 就是我不好 害了阿玛 老大人过身那是意外 怎么能怪主呢 要不是受我的连累 阿玛怎么会去何宫受苦 落水过身呢 还有额娘 虽然林云春说额娘都还好 可是阿玛过身我又在冷宫 额娘和弟弟妹妹们 又怎么会好 所以主 你可千万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这身体要是狂了 那咱们就真的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苏西 我应该早听姑母的就好了 这样咱们也不会进能工 爸妈也不会过神了 主别想那么多了 这是江玉边送起来的安神药 好 主把这药喝了 歇一歇吧 嗯 青莺 你给我跪下 你这是什么样子 我当年射出自己的性命来让你活 我不是要你去冷宫那种地方 你阿玛早早离世 你这做女儿的不也是祸首之一吗 你没本事保全自己 连累家人 你眼睁睁地看着家破人亡 无计可施 你如何配做我乌拉娜娜式的女人 姑母 我未曾料到后宫如此阴暗 人心如此显格 荣华权位 夫君信任 家族荣光 你已经全都失去了 你有什么打算 你难道要劳死冷宫吗 劳死冷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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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主啊 是不是又梦魇了 这心都要喝口水 好 小心 杨美得想法子从这儿出去 去 里头的都知道了 赵姨太都已经安排好递进去了 这会子乌拉娜拉市恐怕正伤心呢 倒真想看看她此时的模样 感觉这些滋味怎么样啊 那必然是痛不欲生 不好受的 娘娘 中元节的道场已经预备好了 知道了 等一下 你再想办法 送一些名气和纸钱到冷宫去 也让那一位给她阿玛尽尽心 公归眼令不许烧这些东西 一旦发现可就是重罪 公归是公归 可如今快到中元节了 咱们都有中元的道场 为故人略表哀思 也别为难了乌拉娜拉市 在冷宫里的孝心 那奴才立刻去办 趁着回栏之前 借旁人的手把她料理了 终归与咱们无干 你回宫后 要把丞翰打定好 皇后娘娘放心 宫中严禁焚香 上供和烧纸 更禁绝借这三大样 行诅咒之事 太后尤其最忌讳不过 丞翰公公一定会替太后留神的 让她好好留神 本宫不会亏待了她 这 丞翰公公早递了消息过来 庆场在是太后的先招 后头还有一个叶赫纳拉市 说是个性子孤傲的美人 知道了 你去忙吧 喳 那海贵人 初儿 这是什么 这是海贵人 让人从送放的门洞 塞进来的纸钱和铭币 让主略表挨撕的 海澜送来的 嗯 不是临时为拿来的 不是 主 宫中虽然引起烧纸 但这是冷宫 想必也不易察觉 咱们给老大人 把这纸钱烧了吧 这纸钱来得蹊跷啊 今日是中元节 皇上特许嫔妃们 将各宫的祭品送上法船 一同焚化 也表对故人的哀思 多谢皇上 皇后娘娘 各位主按照次序来吧 皇后娘娘先请 好 好 好 但是 我们该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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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烟火 烧法船 果然是活腻了 居然敢在这冷宫里面偷偷地烧纸 你知道太后那个老妖妇 最忌讳的就是这些 一不小心被人当成了诅咒 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齐饼太后 太后 冷宫队伟在那烧纸 大胆 太后胜了 太后 今日您做法事 是为了私固人解厄运 安定恭维 可这贱妇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冲撞了太后的助导啊 太后 真是大事 要不 你还是亲自去瞧个明白吧 福建 不要命的东西 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妾生给太后请安 太后 宫里严禁焚香上供烧纸这三大样 你们竟然敢偷偷地躲在这儿 烧纸前冲撞太后的法事 怎么着 是想让宫里沾上你们这个劲儿的倒霉劲儿是吗 真是罪该万死 朕瀚 冷宫乃宫中禁地 你这般喧哗 也太不懂规矩了 是 是 奴才知错 太后 冷宫误会 您小心足下 如意 今儿是中元节 哀家请了大师进宫 有人来告诉哀家 你在这儿围禁烧纸 冲撞功德法事 诅咒哀家 你实在是大胆 太后息怒 我们主并没有诅咒您 不是诅咒是什么 人赃俱祸了都 哀家也不想用酷刑 可皇帝和皇后都不在宫中 只有哀家一人称着偌大的后宫 出了这等大事 哀家若不处置 旁人怕是以为哀家这老婆子 真是不中用了呢 宫归大如天 丞翰 在 赏了吧 遮 遮 室有主刺 就从乌拉纳拉市开始吧 太后 其实烧的不是纸钱 都什么时候了还狡辩 不是纸钱是什么 赶快醒醒 等等 太后 这上面只有六字真言 怎么会是这个 太后 原形亦为圆满 配上万字不到头的图案 亦为万寿圆满无穷无尽的意思 而六字真言是妙应寺的大师所授 大师说 六字真言是最尊崇的咒语 能消除业障 得大解脱 妾身今日知道太后 在宫中请了大师开谈助导 所以亲手抄了六字真言 愿随大师念诵焚话 为太后助导 以示孝心 是啊 太后 我们主虽然身在冷宫 但心中对太后是一片孝心 每逢诸道 必祈求太后福寿延年 绝无冲撞之意 谁 谁知道你这孝心 是表给太后的 还是表给谁的 乌拉那拉市 今儿可是你阿玛的伪妻 你别是在这儿烧纸钱 给你阿玛表孝心的吧 敢问丞翰公公 你是如何知道 我阿玛的伪妻的 是啊 长翰公公 这皇帝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你倒是连那儿部 哪一天没的都知道 奴 奴才就是奴才 得打听这儿点消息呀 那为什么不告诉太后 奴才忙着伺候一时忘了 太后恕罪 太后 这乌拉那拉市 终归是在烧纸钱呀 这冲撞法市 这 这您可不能轻饶了它 太后 依奴必看 若是烧纸钱 定会有纸钱的样子 否则烧给那儿部大人 也是无用的 就算是有意冲撞 也不该烧针炎呢 程翰 在 你巴巴跑来跟哀家说 有人在冷宫 烧纸钱诅咒哀家 如今你自己拿去看看 这是什么 这 还劳动哀家 到这种地方来 你真是越来越会当差使了 太后 太后 奴才 奴才该死 奴才忘听人言 奴才该死 是你忘听人言 不过你是听了谁的话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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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啊 哀家的身边 居然有人不拿哀家当主子 一心窥伺旁人的心意 两面讨好 哀家看他是错了心思 此宁宫只能有一心 侍奉太后的人 没有敢对太后耍心眼的 程翰哪 你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奴才该死啊 奴才该死啊 今儿是中元节 哀家也不想要了谁的命了 既然程翰你那么喜欢 为别人奔波 那哀家 就把今儿的处罚 上赐给你了 太后 太后 太后饶命啊 太后啊 之后 带去慎行司好好拷问 是 待下去 太后饶命啊 太后饶命啊 太后啊 再折腾天都要亮 太后饶命啊 咱们也回去吧 太后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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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傻子 小心 阿渠 我杀了你 太后 快加油 紫太平 把刀放下吧 紫太平 把刀放下 这块使不得 放下 我杀了你 拦住了 微臣救驾来迟 还请太后受罪 太后你无事吧 我杀了你 你方才陷心丧了命 太后无事便好 竟然敢谋刺哀家 哀家倒要看看 谁有这么个好本事 是谁不想要命 太后受了故人 你 极品 是你 能杀了你 我居然没能杀了你 就凭你这么点本事 不过是用蛮力伤人罢了 哀家若是折损在你 这么点小伎俩里 岂不是天王哀家也 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 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你 所以啊 哀家终究是太后 福德无量 逢凶化吉 贱负 贱负 太后 你害我住了冷宫 你不得好死 安静下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太后 太后 吉太平在冷宫多年 她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才行刺您的 你在冷宫待了这么久 还没有学乖啊 福家 她 重置了她 是 有奴婢在 不能脏了太后的眼 如意 你好好行命 留待来日吧 把她押到偏殿去 剑锋 你不得好死 剑锋 福家姑姑 你不得好死 您打算怎么处置吉太平 放开我 太后已经饶过她一次 放开我 只怕太后现在心里 正后悔当年不该留了她一条性命 放开我 您呢 就好好看着 就当是太后指点您呢 你不得好死 快点 快点 祝你方才吓死奴婢了 你就那么冲出去 那刀尖就离你那么近 万一真出什么事可怎么办 我怎么也没想到吉太平 会冲出来不要命死地刺杀太后 是不是我害了吉太平啊 怎么会是主害了吉太平呢 咱们也没有想到吉太平她会去行刺太后啊 也是 咱们只是将计就计 让太后知道她身边有旁人的耳目 想要治咱们于死地 可是没想到 太后来了冷宫 吉太平却没命了 主儿 奴婢不知道吉太平和太后有什么仇怨 她奴婢觉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吉太平还是不管不顾不要性命地去行刺太后 说不定 也是为了了她自己心底的心愿吧 但愿吧 她行刺太后反而让咱们救了太后 多了一份出去的指望 这世间的无常却是让人意外 我的脚啊 我的脚啊 把吉太平送去活上坟了 太后啊 承汉了 送去慎行司 是 今天真的是好险啊 承汉公公受的 差点就是咱们的了 幸好主葱会 察觉到了老大人过身的消息来得一样 那纸钱塞进来得也蹊跷 遗料到了冷宫出世 太后一定会来 如今皇上他们都在圆明园 掌事的只有太后 有人设下这个圈套 想利用太后取咱们的性命 就一定会想法子让太后来冷宫的呀 朱 这之前 这之前 收给阿玛吧 今天是她的围棋 说得很容易 你老师 我们 ehrlich了 你们家的老师 你说得不一定的 不要事 你真理想 这种程度 你真理想 你不是 我不能 丞翰就这么被杵着了 太后说 丞翰向着外人不能忠心 皇娘总不会以为 所以成还是替朕办事吧 听闻皇娘遇刺 朕已经派了好几拨人去温安了 太后明察知道是谁指使的 皇后娘娘那边派去温安的人 都被推决了 皇上 姐姐 别再说了 朕想静会儿 怎么了 天气闷热 臣妾有些不适 先下去歇息吧 是 皇上 庭尉是如意救了皇娘 她无事吧 无事 而且听宫里传回的话 义竹儿知道 娜尔布大人足了的消息了 朕不许人说 海贵人也没对人说 她怎么会知道 那必是有信任安排的 先报死讯再送纸钱 让太后以为是义竹儿诅咒 动了责罚 这是好著名的安排啊 是皇后 皇后千算万算 没算到姬太平会行刺 简直是拿太后冒险 又用太后之手处置义竹儿 难怪太后生气 将太医 不瞒你说 月信已然晚了月遇 不知是否是喜脉 正如贵人所说 确实是喜脉 已两月有余 为臣这就给您开安排的方子 果然是了 恭喜主 主大喜了 先别声张 去静氏坊告诉他们 就说我身染危痒 不适合事情 其他的等回宫再说吧 是 恕无为臣多言 贵人似乎对此事 不大欢喜啊 男女相悦 有喜是自然 无喜也是天意啊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皇上 皇阿娘遇赐 臣妾心中实在惶恐 想回宫 亲自给皇阿娘请安 皇后孝心可见 不过你也派人回宫问过案了 心意尽到就好 后宫诸事繁多 还有劳你一一操持 皇上的意思 臣妾明白了 朕想着 近来前朝正是繁杂 在圆明园处置也不太方便 不如早些回宫吧 那臣妾就安排下去 朱恶心得厉害可受苦了 殿妾 候作者 鈴妾 叫唐延 制 él 人造卿 借伽 九处 dessus 不息 人群 皇帝是挂心哀家被刺一时 特地赶回来 也算是有孝心 只是那个皇后 哀家一想起来就还是有气 您已经处置了承汉 也一直冷着皇后 就让他自己吃着教训吧 倒是皇上 竟然明着按着提乌兰娜拉市 想来室友放他出来的意思 您那日也说 让他留着性命已带来日 今儿怎么不松口了呢 两条皇寺的命必得有人背 当年哀家让他进去也是因为这个 如今这个说法没动 即便他救了哀家 也不能轻易放他出来 罢了 不提他们了 叶赫纳拉调教得如何了 琴棋书话都精通 人也是聪慧灵巧 一点就通 这么好 便无半点缺处 整日里捧着皇上的御师不放手 眼神也是痴痴的 是个情种 太后 要是他感情用事 怕也难成大器 有点真心 更好成事 从来没想过玉玺是这般的难受 做也不是 我战也不是 我吃也不是 我不吃也不是 整天就这样头晕目炫的 卓 您这都算好的了 多少人吐个没完 那才像难受呢 瞧我这身子 连玉玺这么大的事 都不能亲自去跟姐姐说 还有姐姐阿妈去世的事 我也不能好好地去陪她说说话 冷宫里还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您千万要保重自己 您玉玺了 不能去冷宫那种丧店 更不能说些生啊死啊的事 肚子里的龙胎惊不得 我就是因为玉玺了 才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救姐姐出来呀 卓怎么了 又要吐吗 不行 我去找江太医 看看有什么法子能缓和一下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不 你别去 好在皇上这些天 都没有来延喜功 否则我怎么办嫁呢 主啊 今儿个夜里 皇上还是照您办嫁吧 办嫁就是恩宠吗 也不见得 这话呀 也就主敢讲 不过也是 皇上呀 这一个月里 小半时候都有您事情 这也不稀罕了 今晚皇上未必找我 今儿也不是什么节日 皇上不必陪着皇后娘娘的 今儿是八月初二 今儿是我陪着乌拉纳拉市 进前底的日子 最方便是八月一 Zither Harp 行了 别弹了 是臣妾弹得不好 扰着皇上了吗 这么晚了 你回去歇着吧 今夜凉宵 臣妾想来陪陪皇上 皇上都不记得了吧 臣妾当年入府为格格 就是八月初二 皇上画的这是什么花 灵霄花 皇上画什么花不好 非要画这种地剑的花 岂不知白居易说灵霄花 昭为拂云花 目为伪地桥 既言立身者 物学柔若苗 这花玉花园里种着 哪里低见了 你没听过 披云似有凌云志 向日宁无捧日心吗 臣妾无知 臣妾无知 您也别取笑臣妾吗 皇上怎么不画了 没心思 画不好 那臣妾去给您寻本画谱来 好 皇上 这画上是乌拉那拉氏吧 您还留着呢 摆了那么久的东西 朕一直搁着没留意 可如今他都进冷宫了 您还念着他吗 冷宫之人有什么可提的 那臣妾不许您再留着这幅画了 要不是你翻出来 朕都忘记了 李玉 奴才在 把这画拿去烧了 省得碍眼 喳 贵妃娘娘 那就劳烦李公公吧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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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小巢的 臣戒不敢 皇上借这画吧 这画低贱 朕不画了 皇上 臣戒错了吗 皇上 主 快进屋吧 这外卫蚊虫多 你先歇吧 我在这儿看会儿星星 但奴婢陪你 人在两地 只有天上的星子相公 今是八月初二 主是想皇上了吧 想起当初嫁给皇上似的欢喜 想起当初嫁给皇上似的欢喜 竟是这般遥远了 皇上曾经对主那么好 却还是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 我一直引以为靠的三个字 就是皇上经常对我说的 你放心 你放心 原来 终究还是不可得 李公公请 先生 郎大人 李公公 这是皇上一直收着的花 请郎大人代为收着 我知道了 我没想到 皇上万安 来 陪着说说话 是 坐 臣妾嘴笨 怕失礼于皇上 是吗 朕不觉得 朕喜欢跟你说话 那臣妾就陪皇上 今日不见 你又清洁了好些啊 皇上 轻一些 怎么了 臣妾有喜了 真的 刚满三个月 龙胎稳定 才敢让皇上知道 你怀了龙胎这么大的喜事 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呢 臣妾谨慎 先前 没贫 还有遗贫的事 臣妾一想来 心里就慌了 好 好 你是个仔细的人 永城出生快一年了 宫里面 也是该听儿提声了 太好了 是吗 娘娘 海贵人有喜了 海贵人有了 是 皇上欢喜得什么似的 昨儿一晚都守在延禧宫 今儿一早 又请了齐太医去照料 不就怀个孩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齐太医去照料 皇上叛子心窃 这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苏联 你去拿一盒 山东巡抚进贡的东欧娇 送到延禧宫 说是本宫赏给海贵人的 是 奴婢这就去 是 你也宽心一些 所谓子贫母贵 海贵人出生平平 她的孩子自然也差了一截 你若是有了 那一定是与他们不同的 多谢娘娘宽慰 最近宫里出了一桩喜事 想来一主听了也会欢喜 什么啊 海贵人玉玺了 已有三月 真的啊 千真万确 太好了 海岚玉玺可不容易 你可千万要定住她 万事小心啊 一主放心 海贵人的胎由微臣负责 如今胎相已稳 就算有人想动手脚 也难了 那太好了 一主 锁扣松脱了 他给你 这是什么呀 从镯子里掉出来的 义种 把这镯子给我看看 小心 小心 把门关上 怎么了 义主 这个镯子您戴了多久了 这只镯子 是我嫁于皇上当册妇进那一年 皇后娘娘赐给我和贵妃一人一支 有七八年了吧 是否每日都戴 是啊 因为这只镯子是皇后所赐 也被皇上视为妻妾和睦之兆 我自然是每天都戴着 怎么了 这小黑丸子是什么 这是玲玲香 女子若是长期使用 便不亦有孕 什么 所以我一直未有身孕 是因为玲玲香 是 皇后看着温良政绩 垂翻六宫 原来她干了这么多的恶事 海岚那日跟我说 她亲耳听到 贵妃说 是她和皇后一起害我们入的冷宫 也是他们害了 梅萍和怡萍的孩子 我多年期盼自私而不得 原来一早就被她算计了 贵妃以行依附帮衬着皇后娘娘 也是因为这个镯子一直温有身孕 说起贵妃 微臣这儿也有一件关于贵妃的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讲 你讲 微臣曾随其他医 给贵妃打过一次脉 微臣发现贵妃的病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 贵妃一日冬地怕冷 入夏就出虚汗 而且经常烦躁难安 胸内疼痛如刺 医则是因为这玲玲香所致 但微臣看来 是因为贵妃患有气血血育之症 今天淤血不去 所以才会心血难安而发 但其他医说 这病是贵妃从胎里带来的 医师难以清除 可治了这么多年 却越治越病 怎会如此 微臣看过其他医 给贵妃开的方子 确实良方 但微臣留意到 每次抓药的时候 这药材里总多了两位 方子里没有的药 但凡加了这两位药 那整个方子的药性就变了 看上去有所效果 但实质上 就和往冰箱泼热水一样 冰湿化了些 可耐不住 贵妃的身子是个大冰窟 多少水泼上去 也给冻住了 年九十日这么下去 哪天身体受不住元气大伤 就是饮阵止渴 那是不是 抓药的小太医弄错了呢 抓什么药多少量 这里面讲究太深 除了开方子戴护之外 没有人衡量得准 那就是齐太医了 齐太医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难道还是皇后 皇后已经给贵妃 用了零零箱了 何必多此一举 那也许是贵妃得罪得旁了什么人 那也许是贵妃得罪得旁了什么人 而不自知 这事你没有外传吧 想在宫里保住命 就得管住舌头 我一个微墨小臣 只求安身立命 义主 你不必忧思 小心伤了身子 这镯子是万万不能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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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见横蹄一次 如今细看 可见 福晋是花了心思来调教的 皇娘身体康健 今儿个 朕陪皇娘去登万绣山 皇娘丝毫不见疲惫 可见是看到横蹄妹妹开心了 贤亲王福晋待我极好 只是 女儿很少看到额娘 总是想额娘 额娘也想你 来 陪额娘坐 好 皇娘 这是皇后带着嫔妃们做的花糕 您尝尝吧 看着就好吃 额娘 您先尝一个 皇额娘最爱吃细软之物 这花糕做成金钱大小 入口 绵软细滑 皇后有心了 儿臣身为儿媳 只是想知道 皇额娘的心思 以便让皇额娘更舒心 除此之外 别无他意 皇后如此光明正大的孝敬 哀家 怎会不喜欢 咱们是皇家婆媳 必不得人家小门小户 一家人鬼鬼祟祟 互相揣测 闹得何家不能安宁 皇娘的话 皇后都听下了 皇娘 咱们插过竹鱼 喝点菊花酒 来敬重阳吧 甚好 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今日特地备了歌舞 咱们不如边饮酒边看歌舞如何 好 都坐吧 谢皇上 皇娘 儿子敬你一杯 好 臣妾 祝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福寿康勇 顺心遂意 好 祝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重阳安康 祝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福寿安康 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福寿安康 皇帝啊 已入秋日 再舞这曲桃妖 太不合时宜了 咱们换一首歌舞吧 哀家给你引荐一个新人 皇后娘做主便是 福寿安 我无能雨 潮涌 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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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能雨 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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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能雨 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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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最爱诗词 这姑娘啊 倒是不俗 什么不俗啊 曲不成曲 调不成调的 唱得这是什么呀 这是李清赵的醉花音 凌波微步 踏歌吟诗 果然倾心倦勇 别出心裁啊 荒花生 歌舞都唱完了 还不走近点 请太后 皇上 皇后安 好 今夜的歌舞甚好 你为何只念诗词啊 臣女不许太过热闹的歌舞 反倒觉得 古人的诗词更有韵解 需细细品味才得以异曲 臣女素闻皇上 比圣子闻心之志 想来会得知音之感 皇娘精心挑选的人 果然轻利 心思也不俗啊 这首李清照重阳四军的醉花音 也很合时宜 合不合时宜 哀家说了不算 只有皇帝你说了才算 皇上 这位格格是侍郎永寿之女 是满洲相皇启人 出身倒是算贵重了 你叫什么名字 易欢 有心易欢臣之意 易欢 这古代男女相悦 女子对情人的称呼便是欢字了 你这个名字很有情质 是 皇上博选 臣女平生最喜相见欢一词 那朕便是与你相见欢了 你姓什么 叶赫纳拉氏 叶赫纳拉氏 皇上 臣妾虽出身玉世 可臣妾曾听闻 这叶赫纳拉是曾为我大清太祖 努尔哈赤所灭 这叶赫纳拉的首领金台籍 死前悲愤不已 曾立下誓言 即便叶赫纳拉只剩下一个女子 也要灭了爱心觉罗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呀 家贫博文 确实不错 传闻而已 叶赫部早就已经臣服 易欢的阿玛 也好好地做了皇帝的侍郎 哀家就不信了 一个女孩子家 能成了京了 皇帝呀 你说呢 朕记得太祖的孝慈高皇后 便是叶赫纳拉氏了 还替太祖 生下了太宗皇帝 可谓是宫传千秋啊 一花还不谢恩 臣女多谢皇上夸赞 朕倒不是夸赞你 只是 这叶赫纳拉氏出身高贵 能将诗词念得如此婉转动听 实属难得 朕记得 宫中通小汉家诗文的 除了贵妃 那便是 如今 这位义欢妹妹 倒是和如意姐姐一般 精通诗书呢 皇上通想满猛汉文字诗史 臣女怎敢在皇上面前 做了愚昧无知之人呢 罢了 你既然和朕有缘 那就做个贵人 陪伴在朕的身边吧 多谢皇上 臣妾敬皇上一杯 贺皇上喜得家人 恭喜皇上 皇上 皇上 今日新人且歌且舞 咱们地上的热闹已经够了 臣妾的阿玛从外头寻了花炮盒子 不如咱们看看天上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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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是可应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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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你快看那个 这个红的 那个是天女散花 太漂亮了 旁边那个红的 那个 那个是金猴献果 有八仙座 金灰奇迷 铁树开花 那个最别致的那个 那个叫杨贵妃观古的 真漂亮 这个好美啊 真漂亮 真漂亮 你不喜欢 这烟花虽好 也是热闹 但若做人都只能像烟花一样 热闹了这么一时就要回归伎俩 好啊 倒不如坐着天上的点点心 虽只有微光 却可以永远明亮 皇后娘精心调教的人 果然与众不同啊 你说话很让人赎心 便赐封号为书 赐具处秀国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不好了 不好了 陆宫走水了 皇上 怎么会走水 独裁也不知道 走 走 怎么会走水呢 救命啊 凌晨 凌晨 有人啊 救命啊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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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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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赶紧起来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凌晨 凌晨 班固 姐 Kol subm 老爸 李一车 李一车 别看了 快回去 都回去 回去 李一车 李一车 你疯了 你这么大活 里边人都死了 他们的孩子没听见的 那你能不能也要搭进去 不能让他被招死他 李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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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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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边 这边 快 快 这边 快 这边 新水来 快点啊 快 这边 这边 快 这边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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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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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救我 珠儿 皇上 冷宫祭地 皇上是万金之蛆 怎能轻易塔祖 还是回去吧 皇上 朱儿 朱儿 来了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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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先进 没事吧 3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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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忙事吧 怎么好好的就招呼了 奴婢也不知道 奴婢也睡着了 皇上 您看 皇上 别起来 冷宫走水 人员都无事吧 回皇上 皇后娘娘 万幸没有出人命 我们正在极力救火 知道了 来 来 这边 来 来 来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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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奴婢 你无事吧 回避皇后娘娘 无事 无事就好 好了 快去这边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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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是 楚儿 皇上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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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你没下着吧 初儿好些了吗 快 来 来 来 快 来 来 快 来 快点 快点 来 来 来 快点 来 来 快点 来 来 这儿 放屁 这儿 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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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这场大火来得突然 冷宫虽无人烧死 但房屋损毁严重 不过稍加休整 应该还是能住人的 冷宫殷尸 为何周然失火 这 实在是昨夜风大 吹落了烟花扫持 冷宫年久失修 房屋腐毁 一着就收不住了 出去 走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有罪 臣妾只是想 天重阳喜乐 并不是有意纵火呀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贵妃因烟花飘燃烧着了冷宫 在野青殿门外脱三带罪呢 皇上 他几次三番造险 你怎么说 奴婢有罪 冷宫那边的两位侍卫 尽心尽力 几次救了易主儿 都是奴婢无用 低估了要害易主儿的人 不是你低估了他们 是朕 朕以为如意进了冷宫 他们怎么也该消停了 却不想欲言欲令 那 是不是尔接一准出来啊 眼下接他出来 也没有瞑目啊 皇上 臣妾错了 臣妾有罪 皇上 臣妾错了 好了好了 大白天跪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让人看笑话了 皇上 臣妾知错 您可别不理臣妾啊 起来吧 朕何时说过怪罪你啊 风势所逼 感情何时啊 你 你真的不怪臣妾 瞧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 好了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朕得空在这儿看你 臣妾告退